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上的是剛包好的一尊黃金殼 那在泰國啊 在泰國有很多的人 他們會希望 可能佛牌 不管是跟佛牌祈願也好 或是認為佛牌幫助到他們 然後甚至有的是希望就是 欸 能夠讓佛牌殼有不一樣的感覺 他們會希望就是包上一個客製化的黃金殼 那在泰國也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也不要聽到說黃金殼 好像就 哇 一定是他的純度很高 也沒有 因為在泰國的黃金殼有不同的比例 有百分之六十幾的 甚至六十的 然後七十幾的 八十幾的 九十的 不同的%當然會 會影響到他的價位 那像我手上的這一尊剛包好的黃金殼 他的%的話是965 就是965的黃金殼 比例是相當的高 那當然可想而知 他的費用也是比較偏高的 那可以看到這一次的這個黃金殼的包法 他是 呃 雕花的 鏤空的雕紋 相當的漂亮 那在這個黃金殼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呢 呃 這一個正面的右上角這裡 大拇指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對 加包好之後 如果用放大鏡看齁 這裡的地方會有一個百分之九百六十五 那也就是 欸 算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暗記 也可以當作是一個認證 就表示說這個殼 他的 黃金的存度是965的 對 黃金殼是965的 那也是 就是可以去做為證明 那他的存度大概在多少 那只用放大鏡可以看得出來 在影片的後方也有照片 那這一次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齁 就是在這個地方 環扣的地方 我也是跟店家講說 希望這個地方能夠加強 因為在佩戴的時候啊 這個地方往往很多時候會 欸 黃金殼的關係 在這地方有時候會太軟啊 會變形等等的 那所以在這地方我也請店家下了蠻大的功夫 增加他的厚度 讓他在佩戴上呢 好 就不會有太多的一些問題在這個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這一次的黃金殼 相當的漂亮 也相當的典雅 純度是965 純度是965 連背面的雕花啊等等的 都相當的漂亮 這個黃金殼的方式 最重要是你在佩戴上的地方 很多皇上就在陰裝 真的很不好 點在墨水相當的很多幅 很 milliseacious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